汽车的制造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 零件的价格大多比较低 汽车的零件有专门的代加工工厂制作 下面就来看看全国最大的汽车零配件市场 在这个村子几万块钱用组装一辆保时捷 我们来揭秘这个组装车的天堂成田 沈年村是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村子 但是很多老司机应该都听说过它 毕竟这个村子是全国最大的汽车零件村 这个村子里的汽车配件非常多 样式也非常全 经常有三轮车拉着满满的汽车配件在路上到处奔波 就连保时捷这样的高档豪车的配件也是随处可见 说沈年村是最大的汽车零件村毫不过分 尽管沈年村的汽车配件铺各个看上去像小作坊 但是他们门店背后厂子里的配件还是非常多的 到了配件厂才知道各个豪车的配件简直一应俱全 就连豪车保时捷的配件全套成本也就几万块 沈年村不只是被称作为最大的汽车零件村 但更是一个万能的孙子 沈年村不只是卖三大件配件 各种中控等配件没有装不上的 只有想不到的 这里的汽车配件除了基础的三大件 其他的配件也一应俱全 之前德国有一个车主丢了一辆宝马车 宝马的中控开了GPS 本以为丢失的配件会流落到德国乡下 谁知道最后的定位竟然是在沈年村 可见这里的汽车配件回收和载造成本有多火爆了 谢谢大家